而在2016年的《巴达岭六日行》这幅作品中 我们可以看到巴达岭的长城 古老的历史在画面中被切割成好几个片段 并以平面构成的方式组合成一幅画 潇洒自在的蓝色将历史呈现得更为生气灵活 而背景的灰色大色块也使得历史的落寞和存在感依然无疑